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謝謝大哥 是 大肚子好辛苦喔 真的 結果你肚子這麼大 你老婆都不管你嗎 這就是她餵的啊 你這樣好深嗎 健康很重要耶 這麼大到時候萬一難產怎麼辦啊 你管我那麼多幹嘛 你...你住海邊嗎 你FBI嗎 你要不要去當管區警員算了你 你要不要好好講話 我這是關心你 我的意思說女人關心我們 那就是一個幸福的開始 是 所以說呢 聽不懂大富貴 這個事情是對的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來聊啦 人家說呢 女人呢 老愛管我們男人 到底這是好還是不好呢 當然是好事啊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管教男人 猶如三娘叫子一般 剛好三位喔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 而且 三位各個是在不同的年齡層 以及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這怎麼會叫做管男朋友呢 這叫做愛 這是出自於一種愛 不是管 而且男人要願意被管 你才可以管得住 我們想得像媽媽嗎 那麼愛管 像 對 還蠻像 還蠻像 我們不管表示已經怎麼樣 你知道嗎 對 愛了 事情就大錯了 對不對 這個是他們女人的說法啦 那我們馬上要來歡迎 講不聽 管不動 我行我素 我們聯合國型男 來 多數男人都怕女人管 可是今天的型男們 有的心甘情願被管 有的則是反過來管人 像是獨立 希望把錢交給另一半來管 而夢多 則是希望女友 宅在家裡不出門 到底型男們 有哪些管教的心得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因為管是一種愛的表現 沒錯 但是管過頭 那不是愛的 怎麼樣算管過頭 那是虐待了 是一種虐待 尤其是在更深一層的 精神上的虐待 你離開啊 他才剛交新女朋友 不要這樣 而且這麼受不了的話 就被虐待在那邊 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啊 我今天講的事情 跟我女朋友都完全無關喔 真的嗎 完全無關 對 那我們現在 為什麼男人要管 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我們問一下虞兒為什麼 因為像我之前有個男朋友 他就是出國工作一兩個月 然後其實這一兩個月的期間 我們每天都會用Festime 就是聊天 然後就聊到彼此就累了 想要睡覺才把那個視訊關掉這樣 這一兩個月 每天都Festime 然後我也不覺得奇怪 是一直到他回來台灣之後 他跟他朋友之間的對話 我開始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就比方講說 你那時候不是跟你女朋友講說 你要早點睡 你有跟他說你去哪嗎 然後我男朋友才坦承說 就是他有時候就是 可能比較早會跟我說他累了 想要睡覺就不聊視訊了 其實視訊關掉之後 他是跑出去夜店玩 但是這種事不用騙啊 拜託這個還好 我之前在網路看到一個 一個女人跟男朋友是FaceTime Skype不好意思 Skype 然後呢 就這個女的跟男朋友說 寶貝我真的很想念你喔 寶貝我很愛你喔 那我等一下要睡覺囉 男朋友說好啊 然後那個女的也是忘記 把那個視訊關掉 結果一個黑人從廁所跑出來 幹嘛 蛤 狗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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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說你是感冒 為什麼 我就說你是性病了 你還說你是感冒 對 如果你要講限制集的之前 先把雷米帶去麥當勞 但是你的男朋友不是這樣子 他就跑去夜店而已對不對 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你平常就是 他現在講到這個階段 當然只是敢說他去夜店 他跟什麼人認識 或發生什麼事他哪敢講 都已經發生 他當然不敢講啊 所以你怎麼知道他是去夜店呢 因為他回來台灣之後 他跟他朋友聊天 然後朋友有說 你就是那幾天說你要早睡 你有跟你女朋友說你要去哪嗎 還是你去了哪有跟你女朋友講嗎 他被他朋友這樣講出來 他才不得已老實跟我講 會不會搞錯了 因為有一次我也是 我女朋友也是在國外 然後我也是跟他就是視訊完以後 然後我就去睡覺 結果他的朋友跟他講說 他在夜店看到一個很高的男生 就是我這樣 然後我女朋友一直一口咬釘 就是我 然後我就一直說不是 真的不是 結果是臉勝榮嗎 沒有啊 結果他朋友把那個照片給他 結果是高以翔 你知道嗎 差一點點 你跟高以翔 有什麼差別啊 什麼東西啊 這就是亂講 對 你有想過高以翔的感受嗎 對啊 我跟你講你有病要去贏好不好 好啦其實我這個故事是剛剛想到了 沒事你們繼續 那時候就是在那個日本念書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FB 那時候還是MSN的年代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就講說 我今天要早點休息 因為他隔天要上班 結果後來隔天我朋友就 就MSN敲我 登登登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昨天在華納威秀拍到一張照片 那個人好像是你男朋友 然後他傳的照片給我看是 我男朋友跟別的女生實質緊扣 哇塞 你看你們男生是不是很犯賤 只要一不在 然後你們男生就會亂來 真的 真的是這樣 而且遠距離很有問題 像我也是一樣 以前的 就前男友是遠距離 但是其實說實在不是那麼遠 因為他只是在香港 我在台灣 所以我們那個熱戀的時候 就很容易見面嘛 就是比如說每隔兩三個禮拜就會 我飛過去他飛過來 然後剛開始呢 都是他講話非常的 就是很正面 然後非常有希望 就說 對啊 我們的未來啊 我覺得 我們不要那麼容易被打敗 我們要很一直走下去什麼的 突然之間喔 你就突然發現 他好像慢慢的 不像以前那麼的熱絡想要過來 然後就真正過來跟我講話的時候 就會莫名其妙就講一句 不是 我覺得我們好像 很多地方有點不和 喔 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喔 態度變了嘛 可是呢 我覺得這個男生真正讓我發現 他有問題的原因是因為他很笨 他跟我講說 欸 你知道我 因為我很怕 我每次那個輸入那個賬號密碼 我很怕自己忘記密碼 所以每次人家問我說 Please put in your password 我就會直接寫Password 懂嗎 就是他的密碼 那個字就是Password 所以他這樣跟我講之後 我就會想說 不如來看看 因為最近他態度那麼怪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知道他的Facebook 真的男生是屬於真的很 就 很白的一個男生耶 不是 他是其實 刻意要讓你知道的 是嗎 他是刻意要讓你知道的 不管怎麼樣 但是他每一樣東西 都是同樣的這個Password 所以他根本不怕 別人知道還是什麼的 所以Anyway 我就進了他的Facebook去看 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 他在全亞洲各地 只要是他有要去做生意的那些大城市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女生在等他 那你還說他很聰明 聰明 這哪裡聰明啦 因為他在台灣的那個 而且人脈就是錢脈 要我沒關係 但是你有必要跟人家講 你的Password是什麼嗎 然後你有必要這個樣子 就是光明 你可以你們那個時候 都多久見一次面啊 就是差不多兩三個禮拜 而且見面的時候都很好 只是說 後期我開始覺得他變了 開始就沒有像以前那麼 positive 他以前都是很 positive 現在就不是這樣 那我後來我當然知道之後 我也沒有用這個來拆穿他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一個 會去偷看別人東西的 那我就沒有 什麼都沒有講 但是就是因為在下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就讓我看到他脖子上有 有被人家中一個黑氣 我才看到他 我覺得你們女生比較會愛浪搞耶 而且我是給他很自由 但是就是他是我女朋友 然後我在那個時候就在韓國 然後只是我離開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而已喔 結果他跟我的同學就在... 不是在一起 就搞在一起 問題是 是我同學 就是我的Crossmate 同班的 然後發現他不是只有一個 兩個 三個 所以意思是我是沒有辦法 就是你沒有滿足他啊 你的狂狂啊 你好啊 還不承認你秀珍嗎 怎麼能好好反省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做到 你該做的事情咧 對啊 夢多如果我是你的女友 我也要偷吃 真的嗎 他都吃不飽啊 對 蠟筆小心 蠟筆小心 對不對 而且你說你可愛 你有後面雷米可愛嗎 真的 很像可愛 就是雷米長像小朋友 他還找得到喔 等一下 我是到不到 藏不到 摸不到好不好 這樣OK嗎 男人愛你才會騙你 真的 我覺得這句話 真的是我聽過最 的一句話 這是真的 我告訴你 我就有發生過這種例子 因為啊像 這種話都講得出來耶 像我之前的女朋友啊 她就是已經 我們在一起大概 快九年吧 然後她就已經 一直很想要結婚 然後可是因為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她比我大兩歲 我就跟她講說 那其實我們等到那個 經濟基礎啊 稍微再穩定一點 這樣子才好 這樣 因為畢竟我要對付責 你都抬皮當家第一中鋒了 你還不穩定 你就知道我為什麼 這麼早退休 還有哪一個人 哪一個女生跟你在一起 九年不想結婚的啊 對 一定會想結婚 該不會 對 但是 但是我就一直跟她講說 我們已經在一起這麼久了 對不對 那我的個性你也知道 我已經是 就是已經認定你了 那你認定我 那再等個兩年有什麼嗎 結果呢她沒辦法 她聽不進去 結果她就有一次 在跨年的時候 跨年那一天 12月31號晚上 她就不見了 我怎麼打給她 她都不接 就不見了 她現在還活著嗎 她還活著 OK 她還活著 不見了很恐怖耶 像女生呢 女生就是她已經不愛你了 所以她已經 肆無忌憚地衝出去 她已經不管你的感受了 那我想請問你 你說男人愛你才騙你 那她到處跟別的女生在曖昧 這個騙我們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她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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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曖昧 你知道因為男人他天生 就像以前 他的DNA裡面 存在著一個野獸的那個 你沒有發現 你現在一直不停地 你一直不停地 阿校園 我們是一國的 你沒有發現 你沒有隊友了嗎 那你為什麼 不跟你那在一起 九年的女朋友 傳宗接代呢 你看得出來 我已經講不出話了吧 我覺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覺得女人 女人是 她們的邏輯有問題 女人的邏輯有問題 因為她們批退不會承認 男人批退的話會承認 會跟女朋友道歉 但是女人都不會承認 會嗎 我講一個故事 我講一個故事 我一個外國朋友 她女朋友是台灣人 然後這個朋友呢 她常常出國工作 然後呢 她跟那個女人在一起一年 然後她每次出國 會跟她用Skype聊天 然後結果 由於是出國的時候 她說 我要早一點回來 給我女朋友一個大驚喜 結果她回來的時候 開門 然後呢 看到什麼呢 看到一個男的 偷偷光光 都沒有穿衣服喔 阿里你現在講的故事 是夢多的故事嗎 沒有 我是夢多的故事 對啊 怎麼又是杜力 又是夢多 不是 都是你們兩個故事 別人都沒有自己的故事嗎 不是 那個人找得到 喂 那個人找得到 然後呢 開門看到一個男的 是偷光光 然後那個男的跟他說 你是誰 然後朋友說 你是誰你要問自己 然後他們兩個在吵架 結果他女朋友從叔叔出來 然後包毛巾 他說寶貝寶貝不要吵架 我們兩個都是朋友而已啊 什麼都沒有發現 拜託 這什麼屁話 不是啊 我覺得你們講的都是比較誇張 劈腿的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生活上很多事情 女生也是很會騙的 尤其是女生啊 一旦她要騙人 她男朋友絕對不會發現 例如 真的 我之前的一個女朋友 不是我現在這個 之前的 那個女生呢 其實當時我們工作就是 不是收入那麼高的時候 她工作也收入不高 可是呢 她偏偏就想要去學人家去整型 然後我告訴她說 其實你真的不用整 你已經很漂亮了 然後女生永遠覺得自己的 這個臉啊 這塊肉多了一點啊 或是什麼 想要瘦臉啊 或什麼 我跟妳是一國 我再提醒妳 我跟妳是一國的 我直接轉頭 剛好看到 等一下在嘴邊繞那麼多 OK 那時候她說她要去做一個那種 埋線什麼的 然後我不知道那個技術 為什麼要那麼貴 好像也要兩三萬塊錢 那我覺得說 你自己生活上 你租房子都已經壓力很大了 你還要去花這個錢幹嘛呢 對 後來聊一聊之後 她答應我說 好啦那就不要弄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還好 沒有差別那麼大 結果有一次 我出過工作回來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喔 她真的偷偷去做了 是有一次 她的朋友傳訊息給我 她問我說 那誰誰誰去哪裡 她問我女朋友去哪裡 她聯絡不上她 我說什麼事情 我等一下收工再跟她 跟妳 跟她講一下 結果她說 沒有我要問她上去做 那個拉皮那個東西 提拉提那個東西 花了多少錢什麼什麼 我說 好帥喔 好喔 我再幫妳問她 結果我就傳訊息給我女朋友 我說 所以妳那個花了多少錢啊 她就... 開始不講話了 結果最後還給我鬧脾氣 但是有花到妳的錢嗎 沒有花...沒有花到錢 但是我是一個很良心的建議 妳生活上的收入 就已經這麼低了 妳還去花這個錢幹嘛呢 而且沒有用啊 沒有什麼差別 我說真的 我回來看 我也沒有覺得有差別啊 有一些事情 不是我們男生想要亂搞 都是因為妳們女生 就是變成妳們女生 一直逼我們 我才會這樣子說 真的嗎 肚子餓太多 等一下 那妳看得比大字報對不對 前面寫了兩個字 對...我看得懂啊 你出來啊 就是妳們偷偷地... 因為... 先出來 先出來 為什麼要先出來 它上面寫踹貢啊 踹貢... 你明明就看得懂啊 我今天沒有戴到我的假髮 我爸沒戴到... 我可能會又偷痛怎麼辦耶 來嘛 像我...我很喜歡吃... 吃東西看得出來對不對 很喜歡吃東西 但是我前女友 她不喜歡花錢在吃的東西上 就算我們去約會啊 她覺得花了150塊 最多200塊是OK的 但是偶爾你想要吃好一點對不對 可能需要一個有氣氛的地方啊 聽...有音樂啊 有酒喝 有吃東西 至少妳要花了1000塊吧 至少...至少... 但是她都不願意花這個錢 所以每一次 我要去聽那一種音樂啊 看到那一種很有氣氛的一個地方 我只好因為 另外一個朋友跟我一起去的 你不能偶爾請她一次嗎 偶爾請她是OK 但是問題是 她自己不願意自己花這個錢 然後我剛剛沒有帶她去 所以她自己需要花錢 還是其實你們出去 你... 如果我們去這種地方 她說 如果你請客我就去 那我覺得這種態度不太好 所以就是其實你 如果真的很想要吃那種地方的話 又比較貴 那她又不願意付 那妳就請她 因為她其實想要讓妳請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我要...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我要付耶 所以我說偶爾啊 因為不是她想要吃啊 對啊 她想要...OK啊 然後偶爾我出 偶爾妳出也OK啊 那如果她想要買一個包包 妳會買給她嗎 這是不可能的啦 那就對了 是妳自己不愛花錢嗎 沒有... 這是我的問題嗎 花錢給妳 對啊 在女朋友身上是合理的 所以妳是沒有比... 對女朋友花錢 不是花錢... 花不花錢的問題 是態度的問題 好好講她掉下來了喔 沒有... 這是態度的問題 所以是妳的態度有問題啊 沒有... 因為我們每一次約會 我們要去一個... 就是我覺得兩百塊也太少了 一個月一次我們不能去一個 很有氣氛的地方嗎 那一個月一次你就請她 對啊 一個月才有一次的約會喔 沒有 我三次... 我親她三次 她不能親我一次嗎 那妳可以跟她講 平常喜歡吃便宜的話 反正很便宜就她來付啊 那妳就可以一個禮拜請她去吃一次 一千塊兩千塊的東西啊 好像是我講什麼 完全沒有用齁 媽咪妳現在就... 妳現在就罵他們 然後被噴一下 撞一下 對 妳就可以... 妳就可以回來了 因為妳看回來了 妳一直講兩百塊 我們剛剛想歐白錢 都超過兩百塊 兩百塊要吃什麼 兩百塊要吃 對啊 不是 那妳的女朋友 妳的女朋友就很節省啊 對啊 她就不想要花這個錢 在食物上面 那好 我問妳 她平常有花妳別的錢去做她 譬如說買什麼東西嗎 也沒有 那她就是很節省的人 可以 等一下 我們... 這個我們問一下笑小 笑小這樣的情況你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妳真的有問題 像我... 我也覺得應該各副各的 但是如果我帶一個女生吃一個東西 是我自己選的 而且我也知道她的經濟情況不是很好 我很樂意幫她付錢耶 對啊 那... 就是妳的問題 那妳可以回去了沒關係 謝謝... 對... 這回幫不了妳了 真的 突然被欺負的感覺 馬丁現在等妳出來 妳知道嗎 妳要我出來喔 好 那其實是這樣子吧 我很喜歡去桌遊店 這大家都應該知道 那我老婆呢 她就是不准我去 因為她就會認為 桌遊店妳去那邊玩一玩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辣妹的服務所陪妳玩 我跟你講來來來來 桌遊店不會有辣妹 桌遊店去 就真的是玩遊戲 而且超好玩 對 超好玩 所以我常常去那邊 然後去玩一下 可是因為她都不准 她不准我去 所以我平常就是我要下班 我可能就是下班後 妳沒有帶她一起去玩嗎 蛤 妳沒有帶著她一起去玩過嗎 沒有啊 她沒辦法要帶小孩啊 她有說不准妳去的理由嗎 她是不准去 因為她就是以為那邊有辣妹的服務生 那邊的確是有嘛對不對 沒有 所以我可能我就是會騙她說 我下班後 我可能就說我要加班 然後其實去那邊玩一兩個小時 就這樣子 可是重點就是說 因為那邊就 根本就是那些 胖胖的 也是很胖胖的 等一下 我老公有禿頭嗎 有胖嗎 他也很喜歡去坐油店玩啊 不是全部啊 沒有什麼拉肺服務師的那個啊 所以你看連我 因為不管我什麼解釋 他都聽不進去 所以連我這麼好的男生 都比得不騙他啦 我覺得你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你不用騙他 就是你還是可以去坐油店 那你告訴他 你去坐油店的原因是 我想要玩新的坐油 但是你又不想要我花錢買回來 所以你就讓我去玩 他還是會買喔 沒有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 你帶他去 對 他們現在的意思是說 要帶小孩 沒有 你就把小孩也帶去 然後讓他去一兩次 他可能覺得無聊 他就會讓你來 其實我覺得 馬丁有一個做法 是因為你常常家庭聚會 你可以把坐油的遊戲 到家庭聚會 讓他玩一下 有啊 有啊 我們常常就是 然後因為他的意思也是說 你這麼愛玩坐油 你要玩坐油 那你就在家裡玩 跟我玩或者是跟朋友家 對啊 那我常常會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因為有那麼的多遊戲 那又是每週有新款的 我都要去那邊 然後試玩啊 沒有我覺得 其實這個無解 這一點就是關於到 女生喜歡另外一半 注意力在他身上 不是 尤其像打電動這樣有沒有 比如說你男朋友 一樣意思嗎 不能怪女生 因為真的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男人 你不管他 他就是會出包 因為像我交男朋友 我從來 從來不管我男朋友 要去哪裡 或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信任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 我給你這麼大的信任 你還可以在 譬如說半夜 手機一來 你馬上就要這樣回人家訊息 或者是半夜 女生一打來 你馬上就要回 我多多少少 一定會不開心 因為你要知道 那個時間接這種電話 跟回這種訊息很奇怪 但是你何以見得 知道就是女生呢 因為聽得到聲音啊 晚上這麼安靜 那簡訊也知道是女生 你晚上在家裡 一定知道 因為我就說這麼晚誰 他就開始吱吱烏烏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要吱吱烏烏 你為什麼不能講 他說沒有 就一個朋友喝醉 他怕你擔心啊 他就說沒有 因為我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然後我就 我已經開始有點 我是有一點 在處於 在不開心的狀態 我說為什麼這麼晚 你還要回訊息 他就說沒有 他一個女生的朋友喝醉 在亂 我說那你幹嘛要理他 你就不要理他 你不要回他 他就不會繼續跟你 你這樣聊一個半夜啊 今天有一個女生 半夜打給你男朋友 然後不接電話 這個才有問題 如果接電話的話 就是沒有問題 他不會亂來 沒有 我讓 重點是我讓他接 我都讓他接 我沒有說你不准接這個電話 我都讓他接 但是你重點是 接下來如果有重要的事 你就講 可是接電話你再生氣啊 你有生氣 所以 問題是 如果他通通都這樣子 我再忙 這樣子 那些 錢 沒有 那為什麼 等一下 為什麼你們不可以電話接起來說 你有什麼事嗎 你喝醉了 不要這樣半夜打黑 我跟妳講為什麼 如果態度這樣子 錢再泡了就不見了 真的嗎 不管有一天 你跟他分手 他就沒有女生可以找了 所以就是 我們知道 你們為了要留住這些 他不好一直有可以 在我的故事嗎 等一下 等一下在你們講話的同時可以 不好意思說 待會兒可以先把雷米帶去玩具粉抖成嗎 什麼 好像今天我們好弱 人更多 我最討厭女生 就是比較 女朋友就是 女朋友也是 就是有幾個女生說 我去夜店喔 然後呢 因為夜店 就是如果女生去夜店 因為我不去夜店 會啦 會去啦 到底在講什麼 到底在講什麼 有失誤 自己在那邊對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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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誰找來的 沒有 沒有沒有 好 我話話講 今天話話講 好 因為呢 有些女生不是說 沒有啊 我只是想要去夜店跳 好浪 這個結果真的很浪 然後呢 想要對 那不然他要去哪裡跳 在家裡就好啦 沒有問題是 因為他的結果 如果去夜店喝酒OK啊 然後在家裡跳 會不會很像立英宅 對 尤其如果七月半的話 然後又在家裡跳 有鬼 對啊 你看喔 去夜店只是想跳的話 幹嘛裝那麼辛苦的衣服 男生也會說 我只是想要去夜店喝酒 在家喝也可以啊 是不是 對啊 欸... 你們有什麼power 不是 而且說真的 不是所有的女生去夜店 都一定要穿這麼火辣 不是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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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我講的重點不是這個 是一定可以 喝酒可以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有拿來這個理由 他是穿的明明就很性感 穿高高鞋 那這個明明就給別的男生機會啊 不然你是要提圍進去是不是 不是 那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當面問他 你為什麼要穿成這個樣子 沒有沒有 因為我不想管 如果 那你為什麼不當面問他 好 那你不想管就不要這麼火辣 那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夜店玩 那今天不用討論啊 我要說真的不是每個女生去夜店 都會穿這麼火辣 因為像我們去夜店 我們就真的是T恤牛仔褲 我們就去 完全就是T恤牛仔褲 你穿這樣去都算辣 沒有 我們真的都 我們知道我去夜店都穿T恤牛仔褲 沒有 為什麼他們都知道 等一下你要不要講清楚 他要穿T恤 但是T恤是到這裡的 他有穿牛仔褲 但是到這裡而已 歐元 不要講清楚 漂亮 你要不要講清楚 你要不要講清楚 你抱屁 我還穿長牛仔褲 不要在那邊亂講 不是啊 說真的去夜店的情況太多了 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但是呢 我覺得守信才是比較重要的 像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女生 不是 守信 香港人的說法是不是 眾承諾 好不好 承諾 我想說是聚記的還是嘴相圓的 我跟你講 男生通常 男生會發生的狀況是 說幾點回家 通常會 延遲一下 女生有一種狀況 我以前遇過一個 那個女生跟我還在曖昧階段 就是差那一步 就要認定了 就那種情況 結果有一次 我在外地工作 那一步 是不是雷米不能知道的那一步 雷米去外面先騎個腳踏車好了 就是那一步 我那時候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那天晚上一定是凌晨兩三點以後 才會到台北 所以呢 我從傍晚吃飯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他要跟他朋友去吃飯 會小酌 我就已經跟他講說 少喝點 那不要喝太醉喔 因為我現在不在台北 你這樣子 我沒辦法接你 接下來的每一個小時 我都打一通電話給他 他說我不會喝醉 我不會喝醉 結果最後十二點多那一通電話 我打給他的時候 他坐在旅邊了 你怎麼認為坐在旅邊 他說的 而且講話支支吾吾 他說我不知道現在在哪裡 我覺得這種情況非常可怕 然後這個女生從此之後 我就再也不跟他聯絡了 我就當機立斷直接不聯絡 因為我都可以每說好的事情 每隔一個小時提醒一次 你都要這樣子 我覺得這種承諾的 才是比較嚴重 這是對的決定 我覺得你這個樣子是對 因為你有自己的堅持 而且你本來就是要考慮說 你喜歡的對象 有一些東西 而且這個女生他沒有拿捏到 他自己的酒量到拿 他就一直這樣喝 對 最怕是這種自制力不好的 所以你說穿得 他以為自己可以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穿得漂亮去跳舞 我覺得OK 你不要喝醉 或者是有不好的行為出現 都OK 我的男朋友 就是曾經 就是喝很醉 然後跟他非常好的好朋友發生關係 因為他說他當下已經醉到他不醉 他隔天起來的時候 非常的後悔 所以他跟我講說 然後這兩個男生就互看 就覺得 你當我好朋友那麼久了 我們現在才發生這種事 是這樣嗎 他的紅粉絲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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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講說 就是以後不管他只要出去喝酒 就是再怎麼樣我一定要去管他 然後如果他喝醉一定要去接他 因為他說 因為有些男生他喝醉酒 他會不知道他會做了什麼事情 不是說我們不相信男朋友或另一半 有時候是不相信女生 對 外面的女孩子 就是你再有自制力 你也難防人家對你幹嘛 你的意思說 你自己開車很小心 但很難 他突然跳出來跟你撞 別人可能會來撞 對 對 這一點哨起來要回應 女生真的太可怕 因為你們本來就知道 男生沒有那麼的單純 他們愛喝酒 或是他們跟你們講他們要幹嘛 你們大概都知道他們打算要怎麼樣 但是女生喝酒完全沒辦法 預測他們到底要幹嘛 我遇到很多女生之前 有一個女友 他喝醉 他就開始突然跟女生朋友喇嚇 我覺得 你這樣看他不是很開心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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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還蠻開心 我也蠻開心的 對啊 還要別人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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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畫面還蠻特別的 不必我愛你 請問 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們可以這樣子 好 那我可以跟別的女生喇嚇OK 這個意思 不行 喇嚇跟親一下是不一樣的 我說喇嚇喔 你只可以跟獨立 你要喇的話 你要跟別的男生 OK 你不能跟別的女生 我們不行 那你跟雷米好了 他比較嫩 我回去都會 雷米 雷米 雷米說喇嚇是什麼 雷米是法國人 他怎麼樣都OK 但是要想我問你 如果你的女朋友 跟別的女生喇嚇不行 那如果他跟別的男生咧 當然不行啊 都不行啊 所以男生跟女生 女生跟女生 你選哪一個 都不要啊 所以就是他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講到我 你為什麼要講到我 我比較好奇就是 我們親一下 你為什麼一直撇親 為什麼 好啦 管教男人的必殺招 第一個是什麼呢 造型勢力緊迫盯人 這是什麼意思啊 不是因為 像我以前有交過一個 就是業務員的男朋友嘛 然後其實他上下班 打卡時間是很正常的 可是舉凡他只要跟你講說 我今天要跑客戶 他只要一出去跑客戶 你怎麼打電話給他 他都不會接 他的工作啊 對 他就跟你講說 因為我在談客戶 我在跟客戶講事情 我不想要 不喜歡接電話 我沒有這個習慣 然後要不然就是一出去 就是一整個下午都不見 然後你去哪兒也不知道 我就是想說 你總有上廁所的時間 可以回個電話吧 如果有急事呢 對不對 結果過沒有多久 這個狀況就一直沒有改善 然後不久之後 我就收到了那個訊息 就是別的女生 傳訊息照片給我 然後就是他 都是用跑客戶的時間 跟女生去約會 然後女生 就是為了想要 當他的女朋友 要把我剔除 所以他就把他們 去約會的照片 都傳給我看 但是Manny說你懷孕的時候 你會沒有安全感 會一直瘋狂地監控是不是 對 因為我懷孕的時候就是 你知道體態什麼都變了 所以我老公那時候 就是去國外出差的時候 他只要一進那個飯店 我打開筆電 我們視訊 我就會叫他拿著那個筆電 然後先開衣櫃 然後開廁所 然後照全部 是不是都沒有 你怕上面有蜘蛛人那種的 沒有 不是因為你 他如果拿著筆電 他這樣繞的話 可能 他如果有外遇對象 他會繞著筆電繞 他也可以跟你 整個視訊完之後 再把那個女生叫來啊 沒有啊 就不關啦 不關是不是 就不關了 這樣子的女生我以前曾經遇過 他就是一樣啊 我在大陸工作 沒有沒有 在外地工作 我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一樣啊 一收工回去 就像他剛才講的 視訊先看一圈 然後就一直盯著你的床 就那個視訊要對著你的床 一直到你睡覺 然後半夜凌晨三點 視訊網路不好嘛 斷了 打電話 打電話到大陸 叫我起來開市去 有沒有這麼沒安全感啊 你說Wi-Fi可能有時候會跑掉 或是什麼 他可能斷掉啦 他突然盪掉或怎麼樣 他就 因為你長得太帥 他哪...他就怕 我接受這句話好了 是不是 他就... 對啦 可是說真的啦 可是說真的啦 如果你這樣盯 我們都坦蕩蕩 男生你的另一半 都是OK的話 那沒問題 因為我很坦蕩 我可以讓你看我任何東西 但問題是 如果我很坦蕩蕩 我也沒有心裡有鬼 可是你卻因為 因為發生了某一些事情 然後你就開始 大鬧脾氣 而且是誤會 那我會覺得 那我就讓你得到自由 你想得到什麼 我就給你自由吧 不是啊 我跟你講 其實像 我男朋友的狀況是 他以前 不管是去任何地方 我...我根本不用緊迫盯人 因為他自己主動就會 不時就會跟我聯絡 就後來就是可能 有一陣子是他在家裡 連續忙了好幾週 然後都沒有出去 結果他終於 在那一天出去的時候 就很像這種 你知道野獸被關起來太久 然後突然被放出去 就開始亂玩的感覺 你知道嗎 他一直不過 就跑去一個咖... 那個咖啡廳 然後他見到了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 開始跟他喝咖啡之後 就開始 整個...整天的行程就開始了 比如說喝完咖啡之後呢 他就會跟他講說 他剛開始那個時候還清醒嘛 因為那只是喝咖啡 他就會跟我講說 那個... Baby我現在還在喝咖啡 我20分鐘之後就回家了 然後結果呢 過了一個小時了 他還是沒有回來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不是說要回來嗎 他說 沒有另外一個人又來了 那我現在就可能 還要再坐下來跟他聊天 就事情就一路 一直這樣子推下去 他就玩了一整晚 等到晚上他其實 大概這個9點10點已經醉了 然後醉的時候 他就完全就沒有再任何回音了 他電話也都不開 然後這個時候變成 我本來不是緊迫盯人的人 但是我突然之間找不到他 你覺得我會怎麼樣 我懂那種感覺 然後結果他到了早上很早的時候 我已經一整晚都沒睡 因為我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電話也不開 我又不是那種會打給他的朋友的人 所以呢 我就只好在家裡要睡不睡 然後就等到早上7點 他給我走進來就 Yo babe 還在醉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整個在... 感覺好肚立喔 然後我就只好看著他說 Sup 然後他就... 他就說你幹嘛生氣啊 我怎麼能不生氣 你告訴我 而且有時候事先擔心 對 而且重點是 你要跟他生氣也不行 因為他還在醉 他只會覺得你在鬧脾氣 然後他也不想解釋什麼 我又指 我就是跟朋友一起來 覺得我能去哪裡 How do I know 你整天完全都沒有在 有任何電話聯絡 所以有時候那種緊迫盯人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因為如果他真的沒有自製能力的話 你能怎麼辦 但是我比較好奇 你們覺得女生緊迫盯人 是有效果的嗎 有效的請舉圈 沒有效的請舉叉 欸 這隻嘴喔 這隻嘴喔 發個裡面有7個是覺得沒有效果的 只有一個同情票 阿布 我可以接受 因為我可以接受女孩子緊迫盯人 那你不會覺得煩嗎 我不會覺得煩阿 完全不會 你要檢查 等到有一天你檢查膩了你就知道 如果你出去 然後他每一個小時都打電話給你咧 我覺得啦 應該說有效是有效在你男生還能忍受的範圍之內 那你覺得你不能忍受的範圍是 一直到後來 我不能忍受的是 比如說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緊迫盯人 就除了視訊之外 比如說我今天在這裡錄影 我在隔了兩三個小時我要去中市旁邊錄影 我想說我就不要大老院跑回家了 三個小時 我跟我住在旁邊喝個咖啡吃個飯 就不回去了 吃個西瓜嗎 對 那一定沒有問題 對 可是 沒有 那個女朋友也知道西瓜 然後呢 她竟然因為我不回 先不回家 在這三個小時之內都在跟我吵架 所以我說你一定可以 但是如果像這樣Over 我就覺得你何必咧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 像阿布說的 就是到一個程度能接受的 因為其實我以前有一個前女喔 然後她就是因為她家裡的狀況 有一些家事啊或工作的 所以她通常都沒有時間跟我一起跑去玩 那我們會就是出去玩 我就沒有她 然後她就會因為沒有她 所以她會一直打電話 每一個小時就打電話打電話 然後我欸你在哪裡 你現在又誰啊 你們現在要幹嘛 然後比如說我在唱歌 她每一個小時都要打打打打打 那因為我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子久 就會變成破壞你的感情 對 因為她會變成像你媽 因為媽媽通常都是這樣子 就是打給小朋友 欸你現在在哪裡 欸你幾點要回家 這樣子 你幹嘛搶雷米的話講 就像你媽現在 你都已經沒機會講話了 對啊 然後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是會變成像你媽 那你媽就會覺得 都會覺得你比較討厭 然後所以像我以前的那個女兒 她就是像我媽 所以後來就我已經受不了 就分手了 所以就是重點是那個程度 而且我覺得男人很簡單 我們就像一個馬 你知道馬很喜歡跑步對不對 對 如果那個馬一直被關在一個很小的地方 都不能動的那一種地方 就關在那邊 她一有空間會跑出來 一直跑跑不停 跑不停我才知道 有你在旁邊 她回來就是 就是這樣 不能動 不能動 像我之前有一個大學同學 她女朋友都是這樣子 打電話 每一個小時一直打給她 她覺得很煩 她上課女朋友陪她去 下課女朋友在那邊等她 她要去上班 女朋友陪她去上班 她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所以會開心 最後那個男生有機會 粗暴她一定會 而且最後一定會分手 就是為了要避免就是 任何人出去 然後另外一方會感覺不好 所以呢之前我男朋友講說 好 我們現在就講好 只要是出去的那一個人 一定要變成 一直主動聯絡的那一個人 就是你如果你是 你今天你出去你就一直聯絡 那如果是我出去 我就要自己跟她維持聯絡 所以我們才會說 她出去結果沒有跟我聯絡 我可以跟她生氣 就是這個樣子先講好 你就不會變成說 人家一定要緊迫叮人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你就是行事力 真的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每個禮拜 都會拍我的行事力給我女朋友 那因為對我 我是覺得OK的 就是我也是跟她不一樣 坦蕩蕩 我OK 但是 有一個東西笑什麼 沒有 我看你可愛 笑一下啊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這樣一樣的意思 他也是常常到處去開會 各個國家去開會 然後呢他就 除了把行事力 給他女朋友之外呢 而且呢 他一到房間一樣 就是一樣視訊 嗨 寶貝我到了喔什麼的 然後只要是跟他老闆在吃飯 就是他一切的行事力 都跟他真的在做的事情 一模一樣 但是還是一樣 他其實是帶了一個馬子 從台灣一起去 而且他們訂的房間 一定都是那種 兩個房間連在一起 中間有一個門的 所以他只要跟他女朋友講說 欸寶貝我怎麼樣 講完以後掛掉 他直接那個門打開 他就去隔壁找他馬子了 就是男生如果真的要做什麼事 他一定會有事 沒錯喔 其實女生這些東西 真的只是 就是鴕鳥的心態 因為我們是馬 你知道嗎 那我們問一下日本馬 日本馬是怎麼樣的呢 反正找不到 欸 喂 沒有 我跟你講 等一下 沒有 其實我是其實接受 但是 但是不能太緊 有一次 我在那個 一個曖昧對象 但是那個時候看好 我要下去那個高雄拍戲 然後呢 那個時候非常忙 一個角色還有五十指導的工作 所以兩個工作就對了 那我自己演戲 我看腳本 然後呢就是五十指導的工作 要編動作 然後叫藝人啊 就是怎麼打 還有就是我會關鏡頭 怎麼拍 那真的忙喔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 曖昧的女生就是說 欸 你先生在哪裡 我說在工作 真的是工作 那時候沒有投資 我了解女生們會擔心我 外表不講就壞壞的 OK啊 對啊 沒有 沒有啦 我實話怎樣有意思 我原本很認真 聽你的故事 你突然這樣子打 好好講 你知道嗎 好好講 欸 久久一直炫耀一下 不行喔 是不是啊 好啦 好 他能炫耀的只有臉了 好不好 來 問題是 我在拍戲幹嘛的時候 怎麼可以拍照 而且就是拍戲有些東西 道具啊 不小心拍得到 也不行啊 不能曝光 對… 雖然他是曖昧對象 但是他不知道 湧到哪裡去 然後就是譬如說 變動作幹嘛的時候 這個也不能曝光嘛 然後就說 欸 為什麼不拍拍照給我看 那很妙 而且我講得很清楚 現在是工作 那他是擔心 關心我無所謂 那為什麼當… 而且我們拍戲 就… 時間點很不一定啊 而且拍完戲 還有變動作 有感的是盤夜早上 然後他開始 一定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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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太多了 對啊 所以… 他可以去探你的班嗎 可…也不行 我不喜歡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 那說實在 你旁邊真的工作場所 有沒有那個 真的會讓你女朋友看到 會擔心的對象 說真的 沒有 真的沒有 比方說穿得很性感的女打承 我工作跟這次是… 就是我分得很清楚 沒有… 有時候工作 有很多女生的工作人員 她不見得一定要很性感 對… 但長久相處下來 早夕相處 對啊 下一位也是 下一位也是 好 我們來看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 無間道管理法 唉唷 隨時通風暴行 監視她的怪異行為 其實我不會 我不會刻意去 監視我男朋友做什麼事 或是安排什麼 暗裝在她身邊 但是我會一招就是 觀察她身邊朋友的表情 我覺得常常有些表情 會露了一個線 比方說 我男朋友就… 我們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跟她的朋友嘛 然後朋友就不小心 就會講說 欸 你上次在那個… 那個Facebook上 PO一個照片啊 然後就是 你去那個哪裡 啊 那個男朋友這樣 是故意的吧 然後我就會想說 她的Facebook也沒有常PO什麼東西啊 我也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照片 然後她剛剛是講什麼 講到一半 我也兜不上 因為跟我男朋友平常 Facebook上都… 就沒有相關連 她不常會PO照片什麼的 然後我就… 受不了 我就說 PO什麼照片 什麼Facebook 應該不會是看錯人吧 然後… 而且你剛剛說她去玩 剛剛講那些時間 不就是她那時候說有公司在忙 還是什麼活動之類的時間嗎 然後最後被我這樣 一緊迫盯人的問 逼問 她才… 產成說 她有另外一個Facebook的帳號 她有另外一個Facebook的帳號 然後裡面的朋友 可能都是我不認識的 跟她以前的朋友 或是她前女友 或者是她前女友的朋友 真的耶 男生會特別設另外一個帳號 給網路上一些沒有見過面認識的女生 對 可是你知道 可是… 因為她有兩個帳號 她通常會把她最好的朋友給 其他的不會 她會把朋友群分開 但只有最好的朋友會兩邊都有 對 然後偏偏她最好的朋友就會露線 所以她會講一講話就… 可是這太明顯了 Facebook是一個碗而已啊 不會幹嘛 就是Facebook加朋友跟她聊一天 就這樣子 就一個就好了 沒有兩個 有一點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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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多都知道夢多 你有多少曖昧的對象 都在Facebook找到的 沒有沒有 而且我剛剛講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點頭如搗 算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話我不會開另外一個了 我的話就是 設定套看不到 看不到 設定看不到 我怕更慘 喂 所以 你這樣設定我們全場看不到 那我講我覺得要就是有時候就是在男朋友面前要… 就是要放一…就是一兩個就是間諜這樣 要不然因為曾經我有個男朋友就是… 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 我會到現在都覺得她是一個好男人 因為她那時候就是我男朋友去工作 她工作的… 剛好那一段時間 我的好朋友的妹妹剛好跟她一起工作 然後她都跟我講說 你男朋友就是會跟我講說她滿乖的 就是沒工作的時候 就是不會跟其他女生聊天 然後有一天呢 她們一起工作一群女生就開始討論我男朋友 然後我那個好朋友的妹妹就故意講說 那個誰誰誰 譬如說小恩哥 她說小恩哥她有一個女朋友長得非常漂亮 然後是跟我姐姐是好朋友 笑得那麼開心幹嘛 我很漂亮 我知道 然後… 她剛剛有大媽的笑聲 然後她就跟她講說她們兩個感情很好 然後那個就是一群女生就會說 難怪她就平常都不會跟我們這些女生聊天 但是在這時候呢 裡面譬如說有一個Ruby好 她就說 是這樣子啊 我跟你講啦 其實沒有一個男生是我Ruby追不到的 結果過一陣子呢 我就看我男朋友就是悶悶不樂的 然後每天就是也… 就是小恩哥來接我的時候 她也就是心情很不太好 我就會問她說 哎呀寶寶你怎麼了 妳為什麼就是感覺心情不好悶悶不樂的 她說也沒有 我說妳就講啊 我們兩個在一起那麼久 妳要好好的跟我… 就是妳有什麼問題 工作上的問題妳要跟我討論 她就說 我現在很困擾 我說怎麼了 她想說 我覺得啊 當事業跟感情不能達到一個平衡點的時候 我必須要捨掉一方 那要捨掉感情我非常的痛苦 那妳知道 我如果不知道就是有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覺得說 哇賽 這個男的會拼事業 然後就是想要跟我 就是要… 萬般不捨的情況下要跟我分手 我這男生是很好 他要拼事業 我那時候就跟她講說 好 那妳就… 好好加油 妳就拼事業 那我們就先分開一段時間 分手完不到一個禮拜 她就跟那個… 就跟Ruby在一起了 就跟我在一起了 對 所以我覺得妳在旁邊一定要有 穿差幾個妳 會…就是暗中 差幾個間諜 妳才會知道說 原來這個男生有多爛 他才…妳知道他當下 他演的那個戲 如果我不知道的話 我會覺得這小梁哥有多好 是不是 可是… 對啊 可是…我可以講一下 我有試過想要 因為我是那種 跟男朋友的朋友們 都可以很好 他們也都很喜歡我的 然後他們很自動都會想要幫我 可是我有試過一次就是想說 就跟一個男生講說 欸 那個…有沒有 就我們兩個不錯嘛 妳沒事的話 有時候如果妳覺得她真的喝酒 然後開始就是亂搞的時候 或亂來的時候 妳可以通知我一下這樣子 結果她竟然跟我講說 Ruby我真的很想要幫妳 但是… I can't do it 因為妳知道我光是上一次 跟妳打招呼 我只是多抱妳一下 她就把我罵得半死 所以她很怕她 還是會吃醋 對 就是… 所以妳知道就是 妳也要看那個 妳的男朋友的個性是怎麼樣 就算她再怎麼好的朋友 想要幫妳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管不了的 幫不了妳的 所以是真的沒有用嗎 有…其實有用 可是妳要有一些技巧 像我女朋友就很厲害 我女朋友跟我的那個經紀人非常好 她常常會跟她就是聊天 而且她是用那種分析厲害關係的方式 去跟我經紀人聊 她就會講說什麼 你知道其實哈孝遠現在啊 她也蠻慘的 她這樣子打球打到退休 然後現在加入演藝圈 其實她也算是中年失業 你也不希望她這樣中年失業 轉業然後馬上失敗嘛 對不對 所以她真的不能被拍到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講說什麼 然後還有啊 你看現在外面的女生 其實很多都很主動啊 那男生都很笨啊 男生就傻傻的 就被勾走了 女生一勾 男生就被勾走了 她就開始跟我經紀人講這些 然後我經紀人就覺得 很有道理耶 我女朋友真的是很為了我好這樣子 那我真的要盡量的幫助她 不可以被拍到 或者是她有任何差錯這樣 然後呢 好啦 有一次我女朋友出國 然後我就通告結束 我經紀人就問我說 你現在要去哪裡 我說我要回家啊 她說你要回家喔 你女朋友不是出國嗎 我說對啊對啊 所以我要回家陪我媽吃飯 她說 你先不要陪你媽吃飯 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去聊一下 有一些工作上的問題 我跟你聊一下 她就約我去喝咖啡 喝完咖啡呢 然後又約我去吃飯 弄到大概晚上12點多 然後我說你到底想要怎麼樣 她說啊沒有啦 其實老師我跟你講啦 我覺得你女朋友說得很對 我怕你女朋友不在 你就跑出去亂搞 所以呢 你女朋友不在的時間 由我來填補 所有 所以你後來 你跟你經紀人在一起嗎 呃就是 偶爾喇嚇一下 她就真的很誇張 她就說只要你女朋友不在的時間 你通通跟我報備 我就願意 我們就去吃飯 我們就去喝咖啡 你知道我那段時間 多想跟我媽去吃飯 那你可以帶著你的經紀人 跟你媽媽吃飯 她就會相信你在跟你媽媽吃飯 所以後來我就用這 我就只好這樣子啊 義氣嘛 這麼重義氣 對啊 所以一定會Cover 真的沒有用 所以如果發生這樣 是男生都會幫忙Cover嗎 所有男生會的話 請舉圈不會的請舉X 對 我很想問一下 就是這一集那個 雷米小朋友到底是來幹嘛 她就是來幫忙 而且她剛才拿的板子 就一直這樣 這個Cover 好像她十年名還沒有到 不是 人意有談過戀愛嗎 她就不知道要去還是張 她就等你們三個阿姨錄完 帶她去玩具反抖城 就這樣 OK 不是 因為我覺得說 男生有時候Cover 可是我覺得男生都是有點笨笨的 你聲音好Man喔 你是台灣人還是法國人 她其實年紀不小 她真的有24歲 她可以參與大家的話題 真的長得像小朋友 是吧 沒有啦 沒有那麼老 就是說 男生就是笨笨 一定不管怎樣Cover 都一定會露線 就像剛剛美講的 男生會講說 你上次那個 那個不能講 這樣子 我覺得一定都會露線 阿里的故事是什麼 我講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她要去美國工作 去一年 然後她跟她的台灣朋友說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不在台灣的時候 你可以幫我看 我的男朋友在幹嘛 然後跟我講 幫我看一下她 然後有時候無聊 你可以跟她出去吃飯 然後她朋友說 好啊沒問題 然後這個女的 當時去美國工作的時候 然後這個男的在台灣 就很無聊 就常常跟那個女生 出去吃飯 結果過了大概六個月之後 她男朋友就跟那個女的在一起 我覺得是女生有鬼 女生放著線 在她男朋友身邊的那個女生 把她男朋友搶走了 對 這常有的啦 這常有的狀況 這常有的狀況 這會版也有啊 大哥去坐牢嘛 對啊 然後就把大嫂交給小弟嘛 對對對 後來就小弟跟大嫂在一起 對 來看第三點是什麼 欲情顧重 讓她心癢癢 其實欲情顧重這種東西 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像發生在本人身上 就是不管是哪一個男的 跟我在一起 我都是用這樣子的手法 因為我一個都成功嗎 不是因為我工作真的 就是時間就是這樣 然後每天都要工作 所以你 我也不可能說兩個工作中間 一個半小時 或兩個小時 跟你去吃飯 因為我可能要準備東西 我可能要回家換衣服 或鞋子什麼 我自己有自己的 schedule都排好 所以男生就會想說 你怎麼可以這麼忙 他們可能只會單純想要說 那你就是兩個工作中間 還有兩個小時 你為什麼不能跟我約會 那我會覺得 我有我的事要做 我不會 就是急著 這兩個小時 我會想說 等我真的哪一天放假 好好的約一個會 可是我工作量真的很大 所以可能要等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才有一天可以真的好好約個會 然後 就是因為這樣長期下來 男生就會覺得 那 一個小時就好不好 我看你一下 或者是晚餐時間 他就突然出現說 你在哪 我去找你 我看你一眼也好 我好久沒有看到你了 可是這樣子久了後 男生就沒有耐性了 那他如果要走就走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因為我真的是在工作 我沒有在騙你 那比如說 今天我好不容易有一天時間 我可能 有一個什麼應酬 比如說老闆說 有什麼來要去吃飯或什麼 我可能有應酬 我會跟你說 我會跟我男朋友講說 我今天沒有工作 但是我有一個應酬 你要不要一起去 那男生通常會說很奇怪 因為應酬 他也不認識什麼 那你去好了 那你就不要不開心 因為我有問你 你要不要去 或者是我跟我姐妹要聚會 我有時間 我先跟姐妹約了 那我會說 那我們姐妹聚會 你要不要去 他好不容易等到你有時間 結果你先跟姐妹約了 沒有啊 因為有時候可能姐妹 已經Hold了很久的時間了 那他沒有Hold很久嗎 他有可能 我有一天是給他 但可能有另外一天是給姐妹 六月哥聽了都很不高興 我的意思是說 可能有一天是給了他 有一天是給了姐妹 我覺得大家都就是要約 我不可能因為我工作 時間之外都給你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子 我覺得他這樣真的很對 對 我覺得他不對 覺得隨時隨意都在身邊 你很忙的話就不要交男朋友 對 所以如果你受不了 你可以離開 我也沒有一定要一個男朋友 在旁邊 那他要回伊拉克囉 OK 沒有 至少 你這麼容易 你不能放棄 為什麼要放棄你的愛 我沒有放棄 我只是在工作 這是我的工作 至少你要拿你男朋友 所以你這樣還是幹嘛 你覺得這一招 對你們有效的情舉圈 沒有效的情舉差 會不會久了之後 你就覺得沒有耐心 一定會走 阿布你今天是來做場面 沒有 我是覺得有效的 你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兩個人互相相愛 我覺得這樣子會有效的 對啊 可是問題是 如果像雨柔剛剛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他其實已經沒有 真的那麼有心在 要經營兩個人的感情的話 那我會覺得那種就沒有用了 那就一定分開啊 像雨柔的狀況比較特別 因為他就是好像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好 那就是這樣子 可是有一些女生 她們就是故意要這樣子嘛 然後好像是搞曖昧一樣 然後就是進一步 然後她們就是好像有什麼 然後她們就退一步這樣子 所以就是好像一直都是在搞曖昧 那男生就是會覺得 你一樣這個只能到一個程度 到時候哪會就會覺得 不要浪費時間了 然後就會放棄 所以我就是覺得 這種是沒有用的 來 接下來看第四點是什麼呢 就是要管住殼包 他就沒折 這一點喔 我不覺得有什麼用處 對 我們來問一下喜男們 你們覺得這個有用的情舉圈 沒有用的情舉差 像我老公 怎麼都管不到 因為他就算 你管他錢沒有用 他就是愛買球鞋 對啊 他也不會拿錢去幹嘛 而且現在大家都經濟獨立啊 對啊 要管的話其實還蠻難的 但是我的天啊 居然有六票是可以的耶 限制男生是有用 但是直到他想分手為止 像我們外國人根本不能接受 女生替我們管錢啊 所以你們為什麼要舉圈呢 在台灣很多人都這樣子管老公啊 但是在國外不可能會發生 所以如果國外的話就差 在台灣就圈嘛 也不一定 你可以接受的 我完全不能接受啊 所以這以你來講 你可以接受你的另外一半管你的錢 有效果嗎 老實說我希望我可以這樣子 有找到一個好老婆 我很相信她 我不願意把我所有的錢給她管 像杜立講說 你知道 你真的很希望找到一個這樣子的女生 你就願意讓她管 其實很多男生都這樣 就是你真的硬要管她 她會不開心 但是她如果真的覺得你是的話 她會願意 就像我男朋友會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亂花錢的問題 所以我很希望你可以管我 但是她說的管是那種 就是她不是真的把她所有的錢 就匯到我的戶頭不信 對 而是就是說 如果她很明顯的在亂花錢 比如說我們要計劃 可能四個月之後 我們要再去一個很大的trip 但是你在中間 你突然跟我講說 欸 寶貝我們去那個什麼 就是巴黎島三天好不好 那明明這個就要多花十萬 我就會要必須跟她講說 NO 我們因為 我們如果要去這個的話 我們那個行程就要往後推 就是 完全都是因為這個男生 自己本身願意被管 不然的話硬管是沒有辦法的 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價值觀要相同是很重要的 對 如果你沒有找到價值觀相同的 其實很難 來 我們來看下一點是什麼 用親情的公式軟化她 這個有人用這個公式過嗎 也不要說軟化她 只是我沒有想要用親情的公式 軟化她 但是我曾經有利用親情的公式 抓到她說謊 親情是依照你的年紀 只能用家人 對 家人 應該是家人小孩或是什麼 家人 她對方的家人 是我覺得她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突然一直找不到人 然後電話也不接 但曾經我有幫她想過藉口說 她是不是今天工作太累了 所以比較早睡覺 但那時候也才10點多11點 然後 我一直看她都不回不回不回 但她突然就上了一個線說 妳找我啊 我睡著了這樣 然後我想說 欸 出現了 那我是不是打給妳會接啦 我就馬上回她電話 結果她又不接電話 那這個時候不接電話 我就覺得有鬼 因為妳剛剛上一秒不是還回我訊息嗎 所以當下我就是打電話去她家裡 這是我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是她媽媽接的 我說欸 阿姨 那那個 杜莉在家嗎 因為她電話都打不通沒有人接 然後她媽媽就會說 杜莉啊 她8點多就跟朋友出去了耶 她沒有跟你講啊 她不在家睡覺耶 媽媽全部都講出來 我那一天真的去找朋友耶 真的嗎 我今天真的去找朋友 好認真喔 我先講 只是她曉得是前女友 那Ruby也有過這樣子的 沒有 我是因為我前男友 就那個我們分手之後 然後後來她就花了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一直很想要就是把我追回來 然後中間她也都沒有交別的女朋友 後來有一天我是真的有跟她 好好坐下來聊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其實妳見過我爸媽那一次 就只有那一次 結果呢 他們就對妳印象很深刻 然後尤其是我爸 就是我們分手之後 他們就一直罵我 然後會跟我講說 妳是神經病嗎 妳怎麼會讓Ruby走呢 妳趕快把她追回來 所以她才過去 因為這個樣子 她就花了很長時間 因為她爸的關係 一直講說要把我追回來 她就很努力想要把我追回來 對 其實她心裡百般不願意 說不定啊 我跟妳講 其實我當初聽的時候 我也是這種感覺 我也想說 所以妳爸沒有叫妳追我 妳不會想要自己把我追回來 她說 喔 不 是我爸讓我更 reinforce 我對妳的感覺就是 更肯定我對妳的感覺這樣 這樣不行 這個男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對 所以我 當然沒有再回去啊 像我就有親近 就是小朋友 可是我覺得只用在於第一胎 第二胎就沒用了嗎 第一胎那時候就是 我老公出去很晚的時候 我會叫我大女兒 就是打電話給他 那時候還沒有第二個的時候 他就會說 爸比 你在哪裡 沒有妳的話 我會睡不著覺 天啊 我老公真的不到20分鐘 馬上回家 肯定的 生了第二胎 我女兒就是打電話給我 給我 給我老公 爸比你在哪兒 怎麼還不回家 我老公說 到幾點還不趕快睡覺 超誇張的 我剛才是只能用在第一胎 第二胎完全不能 馬丁有被這樣子對付過嗎 第二胎我還不能說嘛 可是第一胎 因為我現在也是一個爸爸 所以我很 我會說這個是很有用 如果是小寶寶 等他會講話 如果是他打給我說 爸爸 你在哪裡 怎麼不回來呢 那我也 因為我不想害他 就是讓他想啊 或什麼 或讓他就是孤獨啊 所以如果是他打來 然後問我這樣子 我也是馬上就會回家 因為太疼小孩 我們想要看你 到時候第二胎會怎麼處理 太疼小孩 太疼小孩 來 我們來看最後一點是什麼 我跟你講 最後一點 厲害囉 來 用這一招 床上功夫套牢 這個要問誰 劉雨柔 劉雨柔 劉雨柔真的不需要這樣 腰痛是不是啊 你腰痛是不是 蛤 還是你脊椎側彎 你的椅子很雜 我們先 我們讓雨柔稍微表演一下 我們先問行男們 八位行男們 用這一招對你們有效的 請舉圈 沒有效的請舉擦 你在緊張什麼 你怎麼啦 我會怕你站起來的時候 桌子會晃 你知道嗎 蕾米舉擦我是相信的 小朋友不可以接觸太多 這樣的話題 夢多我不相信 從日本來的 沒有 我跟你講 不是不是啦 你們真的不懂男人 我沒有說假話 因為我們這一首外國人 我不曉得是柬埔達人 但是這一首我們不會說 為了那個想要 就是先跟你在一起再發聲 但是我們先講好發聲之後 很多女生發聲完之後 早上起來 寶貝你在哪裡 誰是你的寶貝啊 我已經不是講過嗎 然後 他是說寶貝你的在哪裡 到天亮還找不到 有人需要 我需要幫忙不好意思 其實夢多說的 有一個重點 是男生會分得比較清楚 什麼是愛情 然後什麼是愛 比如說我以前 有一個男朋友 不是一個男生朋友 不是一個男生朋友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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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然後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後 那個女生就好像 就是一直 因為他不得分手 所以他一直要來抓他 要拿他回來他身邊 所以他就是有那招 就是說 我們可以見面啊 可以去找個地方啊 或什麼 然後他就 好吧 就願意去 然後他們就會亂來 他們會上床 然後就是做這件事 可是因為男生就是覺得 你來找我 你要這樣子 好 OK 反正他只是不是愛 所以最後他們就是變成泡友 你跟Mondo的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碰到功夫很好的人 我不知道 有沒有看得懂這個題目 因為像Mondo 也有 如果技術很好 你會想辦法趕快 想辦法趕快回去 我跟你講 有時候 但是杜莉不一定 如果這個人技術好 但你跟他無法聊天咧 沒關係 沒關係 這個電影就直接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就是說 他就說你 從小午就已經開始想到 他說 你想做 他說我們吃晚飯 晚上回來 你會一整天都在想那些事情 對 沒錯 我回家 你已經開始想好 你已經想好 你是要安排好的 真的 你晚上的時候 晚上吃晚飯 你一定想辦法回去了 杜莉一定是一批 已經被關很久的馬 對 他現在也想要往前衝 你知道嗎 或者是有被關過很久 現在還會晃出來了這樣 對 好 像杜莉在店裡會脫衣服 在店裡脫衣服 馬上回家 我沒有那麼瘋狂好不好 對 對 邵杜莉也碰過女友的床上功夫 非常好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看 已經交往了還是還沒交往 如果還沒交往 就像夢多跟馬丁講的 對 但是我覺得已經交往了 這個部分就非常重要 OK 我發現啊 真的就是你正在交往的時候 你要讓男朋友維持那種 很有新鮮感 讓他覺得回到家 就是有你可以滿足他 我覺得這個是 每個女生一輩子 只要是認定這個人 我覺得都應該要努力付出的一點用心 付出 對啊 就是你要付出 就是女生一定要為做很多的事情 為什麼是付出 是付出啊 那不是付出 是付出 那你遇到不對的人 所以我就說是對的人啊 就是 遇到對的人就不是付出 就是享受 沒有 他說的意思 我說的是 比如說像我 我每次都很用心聽男朋友講說 他有時候想像 假設他突然回到家 然後一打開門看到我 就是滿臉大濃妝 然後穿著他最喜歡的性感那衣 一看到他就 Oh baby you're home 然後把他褲子脫下來 然後立刻蹲下來 對他付出 類似這樣子 假設 假設是他喜歡這樣的話 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他今天這樣講 那我今天如果很想要 就是維持住我們之間的那種感覺 那我是不是就要這樣做 就像比如說他跟我講說 他很喜歡我的屁股 假設是這樣 那我就會為了要逗他笑 或者是增添一點情緒 我就比如說沒事就會 一直用屁股對著他 不然不然就是倒著走路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笑 撿東西 可是我倒著走路的同時 我卻都還是穿著他喜歡的衣服 像我就會故意在他面前 就 然後就突然 我掉了 不錯 然後就把它撿起來之類的 你知道就是 他也會笑 然後他也會覺得 就是很可愛或什麼的 但我想要請問男生們這樣子做 多久你們會覺得膩啊 因為有這個新鮮感 所以 才不會膩 因為他有時候會跟他男朋友出去啊 對 其實有時候你會想要給男生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比方說 早上起床我想要幫你做早餐的時候 我可能會穿你的衣服幫你做早餐 有醫學報導 早上起來這樣不太好 但是 但是那個衣服的穿法又不是一般 就是比方說我穿男生的襯衫 然後我可能有別的穿法去幫你做早餐 這個我看過啦 小楊哥你一定有看過 而且這件衣服還被人家說是誰的喔 沒有啦 這真的不是啦 就是可能有襯衫有別種穿法 然後男生就會想說 一大早就這樣受不了 比方說再來就是 男生回到家很累他在洗澡 你就想說 Baby那我幫你刷背好不好 然後他通常不太會拒絕你 想說頂多就是兩個人一起洗澡嘛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 那個廁所門打開進來陪他洗澡的那個女生是 穿著他白色的襯衫 但裡面什麼都沒穿幫他洗澡 那他看到那個水淋濕中 那個襯衫整個貼在身體上 誰受得了 我曾經花四個小時 然後看愛情動作片 然後研究了 就是研究到 我看到那個器官 這個 看太多了 這個是好方法嗎 馬丁 是噎到嗎 沒有 不是 我說看那個片因為一直重複看那個器官 這也不用吧 可是就是為了想要討好另外一半 所以這樣聽起來有些方法可以 但有些方法也不要太過 沒有 可是我老公那一次他就非常的驚訝 就是非常的享受 因為你一直肝藕嗎 不是 雅蘭哥這該怎麼辦呢 對啊 今天聽完大家的故事 就覺得說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啊 他願意管你就是愛你 可是你要表達出來是關心的樣子 就像我們關心雷米 他到底要不要去反抖層 也是一樣的感覺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